不用多说为了助力挖矿产业 NVIDIA的老黄可以说是使劲了浑身解数 从此前解除RTX3060Ti的挖矿限制 再到如今的重新生产GT1030 甚至就连帕斯卡旗舰GTX1080Ti也回了重造了 不但看出确实是虚拟货币给的太多了 然而为了紧跟矿潮趋势 NVIDIA目前已经提前泄露了RTX40系显卡的部分消息 至于更为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关注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早在去年年底 老黄就已经向外界透露了下代旗舰RTX4080的相关消息 但由于规格参数不是特别明确 所以绝大部分人都是不以为然 然而为了进一步引起业界关注 NVIDIA方面可以说是全盘脱出 但这次却是性能更强的RTX4080Ti 具体来看在规格参数方面 RTX4080Ti的架构代号为Loveless 将会基于前新的AD102核心打造 同时为了保证良品率 制程工艺也会从原本的三星8纳米 甚至为台积电5纳米 除此之外就外媒透露 RTX4080Ti将会拥有多达14个TPC图像处理器集群 84个TPC纹理处理单元 以及168个SM流处理器单元 然而更让人惊喜的是 RTX4080Ti的浮点预算将会首次突破70起浮点 而库大核心数也会想卖进2万门槛 来到了21504个 与此同时 据Rate的用户表示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DLSS3.0技术 并在任何支持TAA抗军尺的游戏上使用 NVIDIA将会为其配备168个RT光追内核 以及未换为384bit的RT24BGDDR6X显存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RTX4080Ti的理论性能将会是目前RTX3090卡黄的2.5倍左右 也会比此前所公布的RTX4080强上10%到20% 至于对比RTX3080Ti的话 那肯定是承碾压之事 但实际情况还是得等到NVIDIA具体发布时才知道 另外据推的用户表示 其RTX40系的整体布局几乎和目前RTX30系一样 拥有4090、4080、4070和4060等四个不同的定位 但需要注意的是 定位于中低端的RTX4070以及一家产品 将不会换用最新的LOVELYS架构 而是会继续使用安培架构 至于这种做法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极有可能是因为性能分配不均而导致的 然而是价格方面 因为目前NVIDIA并未给出具体的消息 所以还不能确定 但大家可以把你认为的合理售价范围留在评论区或弹幕上哦 最后是核实发布 按照原本的计划来看 RTX40系显卡是定于2021年年底公布 2022年正式上市的 但由于目前台积电的产能积压 以及半导体原料紧缺 所以RTX40系显卡可能会继续推迟 但就目前而言 虚拟货币什么时候崩盘才是玩家最关心的 毕竟谁都想买了一块原价的RTX3080显卡嘛 所以大家觉得矿弹究竟会不会来呢 什么时候才来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些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就在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你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